府尉秘書長 我們在座的各位局處長 還有本位同仁大家好 本期第一個要質詢的 這個延續昨天我質詢縣長的 這個關於小山東這個票價的問題 當然這個 經我了解這個小山東 就單單就福澳到濫期的部分 其他這條航線是沒有接受補助 中央是沒有補助 相對就是縣府沒有補助這個航線 本期也發現到 其實我們在執行各個航線 不管是南甘到北甘 或者是南甘到東引到菊光 甚至於往返台灣跟馬祖的所有的裡面 他其實購票的票價都有分類 那當然也有全票的 有一些憲民票的 還有一些敬老的 還有兒童票的 還有一些不用錢的 所以本期昨天執行完畢之後 昨天好像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這個也就利用一點時間 現在你手上有這個 我監察給你的 一個一個一個 等於說本期也自作聰明 也花了很多的時間去做了這個表格 做了表格 我這邊請主席財事 請現場做回答 謝謝宜兵議員 關於小山通韓運的票價的問題 我們延續昨天的問題 從馬祖到大陸 兩條航線 達到環期 一個是福澳到爛期 在票價裡面所顯示的呢 福澳到爛期缺了兩個票價 一個是縣民優惠票價 一個是縣民進老票價 在爛期裡面有缺這個票價 那很感謝宜兵議員 也把它整理出來 那這個票價呢 在1月1號的時候 我們有在跟韓運業者在協商 這幾個票價 私質上都有在收費 那未來 在福澳到爛期的時候呢 依照他目前標準的收費呢 我跟業者在協商 是不是對於我們 這些65歲以上的禁老票 還有富濟在馬祖的優惠票 優惠票 降價的空間有多少 因為現在我們是憑兩性價 幾個韓運業啊 是在虧本經營 這本集知道 虧本經營 它目前還沒有拿到 韓感局的補貼啦 因為行政手續的關係 它沒有拿到 那未來 我是希望在兩岸小三通 開放走路正常化的時候 客源增加 我希望它在1月1號 能夠改變這樣的措施 給予禁老票 優惠票的一些優惠的措施 那現在也認同本席的看法 所以呢我就呈列了這一些 因為每一條韓線都有 我們憲民跟禁老的票 其實本集也非常的 你看你說乘以5 以人民幣5的話 我都給它精算的 都整數 都整數 那我也接受我們鄉親的反應 而這個部分我想 票價的決定應該是 應該有 也要跟陸辦那邊 我們民航局那邊 韓感局 這個韓感局那邊 會整之後 這個票價才會做公告 當然這個協商的部分呢 也是有一段時間 那看看能不能在這個 明年的1月或者是過完年 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東西去調整一下 其實並沒有造成 船公司的收入的減少 原本一般的價位呢 其實這也是有一點提升 這是我個人提供一點潛艦 作為你們的參考 或許你們有別的考量 那希望說把 憲民優惠票跟敬老 憲民敬老票的部分 我想這個要交會在我們 我們這個比較年長 還有我們憲民身上 好的 讓我們也有感好不好 因為我們確實 完滿大陸的我們這個 年長者跟我們相信 也非常的頻繁 所以這個會後 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業務交給我們 新年局長去處理就好 我們會分派下去 好 現在你請坐 好 謝謝 另外我 就在我們這個交流局 劉局長 在昨天還是前 昨天還是前天 你有提到這個 憲民保留票 那在您工作報告 憲民保留票的使用率 好像大概不到 將近50 將近50 那當然比較熱門的班次 熱門的班次 那天聽您在回答哪一位議員的時候 也有說 從原本的多少個位置 提升到幾個位置 那我這邊請 主席財政 請我們交流局局長 做個回答 我們現有保留 多少位置我忘記了 抱歉 您說一下 準備要提升保留位幾位 局長做說明 好 謝謝議長 謝謝宜兵議員 那今年的保留位是 4月15到8月31開始 對 那每天大概是19個 19個 每天19個 那你準備要提升到幾個 那我先說一下 目前的 今年執行的狀況 剛剛宜兵議員有說 就這19個 北竿是兩個 南竿 華信那邊是兩個 那其他利隆這邊 這邊是15個 所以有的 那比較熱門的班次是 11點 這個配合東營的 2點半配合菊光的 那4點 5點半 這三個班次 都是最熱門的班次 是 11點 2點半 5點半 這三個是最 每日最尖鋒 局長你也非常了解 最尖鋒 我這邊也承諾 11點 2點半 5點半 好 本期間為什麼要提這個 這個 原本的基友的19個提升 因為其實我很自私的 也沒有很自私的 就我們離島的部分 我們東營跟菊光 這三個韓班 有迫切的需要 那你太早了 我們太早了 我們還沒到南竿 對不對 那希望說到了南竿之後 其實這三班 11點 我們大概9點到 2點半呢 我們大概1點到 那5點半呢 我們大概差不多 來我們都打2個小時 4點半 這三班 我們使用率比較高 那我想南竿和北竿 這個鄉親 這個當然也會有使用率 但是我們希望說 能提亮我們東營跟菊光 這個部分 這個保留的部分 能夠提升 這三個班次 你剛才也陳述了 這三個班次 是最熱門的 你現在要提升多少票 一天還要提升 跟阿兵醫院報告 就是說 今年的 因為整個執行下來 大概總共 加班機跟保留位 大概是花70萬 那所以說我們這邊 明年我們大概4月1號到 4月15號到7月15號 這三個月最尖峰的時候 我們是打算從 19個要到35個 19個要到35個 那7月15到7月31號 這個次尖峰 我們大概是要28個 那8月1號到8月31號 我們大概是要22個 大概是 都以7 以3 最尖峰是35個 然後每 到7月15到每個集聚是7個 7個 所以是35 28 22這樣子 所以局長您有去關注這個問題 對我們有去算過這個比例 這個高峰 次高峰 這個去分配 對這個是週期的高峰 那每日的這個11點 2點半 跟5點半 這三個半次 東影跟菊光的 目前是兩個三個 兩個三個 我們大概會把它 東影大概是4個 菊光大概是6個 這樣去做分配 大概會有這樣 那你現行去年的方法是 兩個兩個而已嗎 兩個 然後後來有2點半 後來又有增加 增加一個 又有增加一個 2點半 工所沒有用的部分 就前一天 對前一天 智慧焦慮集結編作業 對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離島的確實這些 環境時段這些 你的票的部分都增加的話 或許還可以再提升 確實有這個需要 好不好 後續呢您跟 麗龍這邊 再去做協調 是 留萬機來說 真的是一票難求 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憲民保留票 能夠提升它的使用率 這個當然這個 從去年做了之後 今年大概 哪個時段要增加票 其實您是最了解的 好不好 這邊還是 局長這邊還 你非常的用心 這個 當然後續這個部分 也希望說 甘理所陳述的部分 憲民保留的部分 時段一定要 要 剛剛本席講的需求 為離島這邊呢 能多一點 多一點這個 訂位的 訂到票的機會 那局長這邊請坐 我就叫一下我們 產發處處長 這個 在您還沒回答 本席 本席還沒提問之前 議題之前 我這邊 也非常感謝 我們產發處處長 要感謝你什麼呢 當然我們這個議長 還有這個 您 產發處處長 在我們清房 那個 檢疫室的浮動碼頭 就漁民上下船 因為 那時段是工程 真的還是工程 真的還是要有孩子來的 留標了好幾次 你從中協調 請發起幫忙 那這一次呢 東舉 第一個案子呢 也是這個檢疫平台 第一個案子已經完工了 但是有一些設施 還是放在岸邊 因為 以現在 現在這個 設施呢 你是沒辦法顯接到 所以呢 你這邊也非常積極的 去爭取 第二階段的 這個 檢疫室的浮動碼頭 那 那 嗯 經費其實到位啦 那我這邊 不知道 您的這個 這個 發發程序喔 這個 這個目前 目前到什麼階段 我請 主席財事喔 請我們 產發處處長做回答 好 產發處處長做回答 好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宜兵議員 對於我們那個 舉光 那個 漁港設施的關心 首先那個 清凡 那個浮動 平台的部分 真的是要謝謝議長 因為 我們的工程經費 其實是 蠻少的 那 主席財務要謝謝我啊 是 謝謝宜兵議員 我也很努力啊 是是是 對啦 當然這個裡面我們 因為我剛剛感謝你嘛 是是 對不對 我跟蔡董那邊 也先來掛好幾次 對 剛好在做這個 港復工程的時候 順道做 是 一個禮拜就做 對 就是說 這裡面就是如果說真的是 要專案去 平台船再從台灣過來 這個可能經費增加 可能都 起碼都要好幾百萬 那也 也非常謝謝蔡董這邊的配合 所以 終於把工程完成 然後第二個是 東舉 那個浮動碼頭的問題 那因為前一個案子的經費是有限 那後面做完之後 我們發現 靜穩度可能會不足啦 所以後面有在跟 漁業署追加的一個 一個計畫 就是 大概一千萬的會改善 未來是要打樁之後 靜穩度才能提升 那這個案子 也謝謝漁業署那邊的支持 因為 陳立委 你案子簽上去沒 對 就是案子的部分 就是說 有先給我們設計費 那 設計已經完成了 那但是漁業署 今年只有給我們十萬元的工程費 是 那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先行發包 然後保留絕標 那這個案子 我們也簽上去 憲政府那邊 應該是最近會批下來 我們就會先上網 我們是希望完成 案子送上去 已經送上去 應該最近就會上網 那如果等 明年漁業署的經費到位之後 我們就會 來做拔包 那這個案子可能 因為剛好舉官目前 要在做港復工程 可能到時候還是要協調 這個案子很迫切啦 這個部分還是要請我們 菜統那邊幫忙 對 沒有海事工程 這個專業技術 你去做那個 真的做不來 真的做不來 對 剛好機器也在那邊 對 這部分會不會持續 按照你簽下來之後 趕快上網去發包 好 好不好 如果今年 你現在 反正 這也是好消息 是 已經有這個經費了 希望說在明年的 大概六七月的時候 希望說就可以使用了 好 我們也是希望可以盡快完工 你看現在 你看我們整個東局的這個碼頭 貨輪要停 要施工 要客輪 然後小床 你看 那邊已經都 到那碼頭已經協調了好幾次 最後才協調到小床 找一個區塊給他們臨庭 所以那邊的工廠要趕快 齁 不然那邊明年的話 交通都打結了 要床舶的部分都打結 是 會 我們如果說有發包出去的話 也會請廠商 那個盡快趕工 是 好 那這邊 呃 處長這邊跟那個施工廠商那邊 多協調一下 好不好 好 那另外 呃 呃 本期之前有請教過你 就是 我們當地 大陸就是 大陸雇傭大陸漁工 我是當地的船主嘛 是 他這個 就發生好幾次的事情 怎麼說呢 我們的船主呢 捕魚捕完之後 因為量比較多 我就當當比舉官的部分 他的量比較多 他的船隻可以靠 青板碼頭 因為魚賣不完 要開南崗 你看他的時間 來回要好幾個小時 要油量 他多的魚呢 他船隻 靠東舉碼頭 按旋不讓他靠 那事後我有請教我們處長 是什麼 有什麼相關的法律 約束他 就靠過去十分鐘 也不影響交通啊 就 就 當地的鄉親 說奇怪 喂 這個大陸船隻到我們港口來 飯碗來偷東西 暗巡都 都管不了 我們自己本國級的船隻 靠港 不到十分鐘 魚側一聲就走了 居然不讓我們船隻靠港 這有什麼相關的法律 那這部分確實是 那當初這個規範 當初這個規範 並沒有 這個是什麼提出來的 還是 你說沒有收置大陸餘工的地方 的這個碼頭 不得靠泊囉 是不是這麼說 是 這個也跟宜兵員報告了 這個是中央統一的規定 他在台灣也是這樣子 就是 但是 你講的這個就是說 下去 東舉蟹以後 其實我們 已經有在跟暗巡在這邊協調 那我們也是希望說 針對那個 漁獲的部分 那個上下的部分 會跟 請暗巡這邊來 來協商一下 應該最近會有 會有結果出來 最近會有結果 對是是 那你如果說 像我們馬祖 這麼多 這個碼頭的話 你東引就是 中柱桿可以靠 其他都不能 對 沒有就是 東引跟 浦澳還有 清房 只有這三個 我都東引鄉的嘛 白沙 對 還有浦澳 清房 對 等於就只有這四個港口 對就是有設 他的母港有設 這個大陸一公安置所的地方 他才能靠 安置所的地方 對 我今天如果說 今天如果今天這個船主啊 他說我引擎有故障 我就要講說我引擎故障 我靠桿修 也不行嗎 可以啊這個是屬於緊急病 我今天有船員身體不適 我靠桿不行嗎 這個 究竟嘛 怎麼怎麼這麼不通人情 這個我們會跟案群那邊 又不是走私 是 對不對 那你還叫他開船來 開船來 到這邊 來院放售嗎 好 這個我們會來協調 這時候 這時候就是 那個免魚比較多嘛 大家都想打一點魚 買個幾十斤 好幾個相信 因為本集也在現場 相信我講 議員這個 這個我們自己的 自己的本國際的船 不能靠港 放售幾隻的魚都不能放售 後來我有請 後來我就 就有 這個就叫那個 這個 案行弟兄啊 沒有什麼法規 為什麼之前都可以啊 現在不行啊 對不對 確實有這個規範 有有 確實有這個規範 然後有的 他可能就是 執行的人 他可能就是 比較不知道變通的話 就會造成一些困擾 這個我們會來跟案行弟兄 因為他們最近發生很多事情嘛 是 特別特別的嚴格嘛 那是不是之前都堵職了 是不是 因為沒有明確告知嘛 對不對 賣一點魚也造成民怨 然後現場還跟案行弟兄都吵起來 他們有法規可以移 所以我當下我馬上打電話給我們處長 有我們有在協調當中 想說這個本國級的這個沒關係嘛 我今天只要騙你 我乾脆說啊 我覺得我已經有點問題啊 我修好我在離港啊 我現在人員也不舒服啊 你還不讓我靠嗎 按照人道理長 你一定要讓我靠嗎 賣急之餘也不行 這個會後啊 這個還是要去協調一下 好會 好謝謝處長 請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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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會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